各位朋友大家好 说到外形相似的植物 有很多不少朋友呢 在平时很容易把它们弄混淆 区别不出来 像常见的有福山花和木槿 三伟葵和凤伟族 以及文族和云族等等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观音族和富贵族这两者的区别 其实要区别这两种植物呢 也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三个方面来获取信息 在我右手这一颗呢 是观音族 左手这颗呢 是富贵族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观音族 它的 静感要比富贵族要出很多 而且它中间的节点 会比较密一些 我们反过来看一看 富贵族它的静感相对会比较长 拿两颗植物来做一个对比 大家看到了吧 其实呢 就是它的叶片 整体来说 养护得当的话 观音族它的叶片要比富贵族 这些叶片要大多很多 第三呢 就是两颗植物的高度 在正常养护的情况下呢 观音族它的高度要比富贵族高出很多 观音族它的高度 养护得当的话会涨到五到六米 富贵族呢 最长也差不多三米 只有两到三米这个幅度 无论是观音族还是富贵族 它的养护方法都是一样的 所需要的光照不强 满足好散射光就够了 如果你想养富贵族的同时 也想养观音族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花盆里面 让它有一个高低的落差感 看起来呢 会更加养眼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有缘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